因為很昭躍 真相更昭躍 大家好 我是劉璃鳴 還原片中 節目名嘴的手勢口號 講完還有點害羞 過去總是演將內斂成員角色 給人寡言映像的張孝全 這次以最後真相裡 有別以往的演出風格 睽違十年再度入圍 即罵影帝 你為什麼要幫他 我是在幫我自己 全世界都要罵他怎麼正義 反而我這個人質 反而說話 你不會很想看 他們訂閱我 他們訂閱我 我們在想說 一個主持人要如何讓 讓觀眾記住 那可能往往是 人格特質當然是重要的 一直在想到底有什麼動作 然後想到就問導演 你覺得這個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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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導演覺得 好像來一個這樣子的動作 還不錯 每天早上6點 要幫女朋友吃完那碗 他不喜歡的青菜之後 還要靠姐姐搭兩顆雞蛋給他配 然後努力練球練到晚上9點 你希望一氣呵成 然後你又希望 你的語速又有一個節奏的時候 你只要中間其實斷那麼一下 其實後面就全沒了 所以那一段戲就是一直不斷的 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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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我記得那場戲 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拍到後來 頭頭昏了 片中的張孝泉 有過氣泥嘴 為了生成了老練油條 也有媒體人 為了查證了勇往直前 以及對於人性的掙扎 各種面向的詮釋力道 都拿捏得恰到好處 我的人裡面有很多的人格特質跟分佈 只是他的百分比是多少 可能大家對我的印象可能是畫少一點 然後可能慢慢的 我覺得那是我的一部分 那可能或許油槍畫掉 或者是語速快 可能也有 但它是佔我人格的百分比比較少 那在跟角色連結的時候 你就是盡可能把自己的這個部分放大 演員總會在表演上加入自己的觀察 以便貼近角色 一家子的姑姑叫禮 是演因兒子失蹤 加上賽哥失利 生活不得志 脾氣暴躁的養哥人家 油安順替角色設定了跛腳的缺陷 讓觀眾能對這個不討喜的人物 多點同情 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會開始自卑 他可能會強行有多自卑性的存在 所以我一部分來講 跟人越來越疏離 然後把自己越來越 分佈在自己的一個世界裡面 你餵食鴿子的時候 剛開始會有點害怕 害怕然後後來開始也變得順手了 就要快很準 然後把他又要塞進去 對 所以有 剛開始開拍之前 有跟他們相處過 有幫他們放飛啊 等他們回來啊 然後他們講下來 不可以繼續飛 除了要花時間熟悉鴿子喜興外 更為了拍攝片中場哭戲 差點虛脫 情緒上來講是 也符合那個情境了 但我就覺得說 所謂崩潰的意思就是說 我真的心裡難受到那個 你沒有一直喝水 你那個眼淚是沒有辦法下來的 因為水分已經沒有了 已經乾了這樣子 那時候是還滿崩潰的 我能夠做的 我一定跟你拼到底 因為覺得演員的任性就在這裡 這也是尤安順 出道37年來首度入圍金馬獎 同樣是帶著執念活著 以致執裡目睹妻子出車禍 胎死腹中的成癒刑警角色 二度角逐金馬影帝的港姓林家洞 將人性在陰暗善惡交纏間的矛盾 細膩詮釋 我第一次接觸這部劇本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都被捨立了 大家都有一種罪咎的心人 他一個人 他帶著一種要做恨 但是他是一個警察 可以怎樣做 其實你是帶著一種恨 去處理你的人性 林家洞透過不斷挖掘 內心至今不敢面對的遺憾 來想像片中角色的無力與絕望 宅路圍城的張繼聰 則是眼活了在疫情間 百頁蕭條的情況下 仍努力靠著專業拼搏的 清潔公司老闆 和女主角同是天涯淪落人的 相濡以沫自然深刻 寶寶救護員問我 他不高血壓 有沒有藥物過問 我只會答不清楚 還有我覺得這部份的訊息很好 其實就是這幾年面對疫情 我們香港人的一些 小市民的過程 如何面對疫情 當中如何互相扶持 我覺得是一個感人的故事 我和人家沒有了 我挖手就要坐牢嘛 你坐牢什麼 你打我 另外已拿過三座金馬 男配角的黃秋生 在《白日青春》裡 飾演個性頑固 和兒子疏離的計程車司機 我的車子跑在這裡 趕時間 四天前才告訴我想結婚 你有沒有訊息給我的 一個失職的父親 卻像贖罪般的 與巴基斯坦難民 展開望眠之交 村口有個小朋友 跟他們走得好迷 你有沒有出情 我們小時候被人抓不到 都沒問題了 黃秋生精湛詮釋了 從衝突到理解的過程 今年將三度角逐金馬營地 入圍也是種莫大肯定 五位優秀的男演員 無論最終誰拿獎 倒就是各自影迷心中的 最佳男主角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